机器做月饼不如手工的好吃 手工的比较有少时候的味道 有人研发了一套月饼机器 做大月饼能不露馅 做五人月饼能保证颗粒感 一边是当地文明的手工月饼师傅 一边是先进的月饼生产设备 哪一方会表现出色 最后的芒头哪家得票最多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好月饼机器做 今天是8月15中秋节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有在这一天团聚过节的习俗 那么月饼这个东西 自然是现代我们中秋节必不可少的 为什么要说是现代呢 虽然我们讲无论是武林旧式当中 还是苏氏苏东坡先生的诗当中 似乎都提到了月饼的痕迹 但是据我们现在考证看的 在宋代的时候 大家伙可能还不太吃月饼 当时的人在中秋节这天吃什么呢 吃一种叫做玩月羹的东西 玩月过去古人 他们在面对月亮的时候看到每个月的十五这一天 月亮都非常圆的时候 人们就觉得自己跟月的很亲近 所以就有了这个玩月的传统 而东坡先生他也只是说了 这个小饼非常好吃 里面呢有酥就是一种奶制品 同时呢有乙有糖 至于说他说的这个小饼 是不是就是月饼啊 现在还不敢下一个统一的定论 但是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 到了明代的时候啊 这个月饼的吃法就已经完全流行开了 不信的话 我们现在到江南啊 很多地方过去那个传统点心很发达的地区 我们就会发现啊 人家家里往往都会保留着明清两代的一些 做月饼的模子 这个月饼啊 拿面坯做好的时候 要给它搁到这个模子里干嘛呢 印上各种各样的花纹 那才好看 都是各种各样奇巧讨口彩的好意思 这就是过去很典型的传统做月饼的 而现在呢都是机器做的月饼了 这机器做的月饼真的很好吃吗 当然了 我们现在吃的可不都是机器做的吗 不过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啊 做月饼的机器 还真的有点小门道 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习俗之一 因为月饼代表着团圆美满 现在很多月饼都是机器生产的 那么是机器月饼受欢迎 还是手工月饼受欢迎呢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您好 请问您觉得机器月饼好吃 还是手工月饼好吃啊 手工的吧 为什么 手工的比较有少时候的味道 手工月饼 我喜欢吃手工做的 自己做的月饼好吃啊 都好吃 我都喜欢吃 手工月饼好吃啊 不过现在都是这种机器的来代替卵饼啦 那种嘛 大姐 您这卖的月饼是机器产的卖得多 还是手工做的那种卖得多呀 现在基本上都是机器生产的月饼 但是客人还是喜欢吃手工做的 那是为什么 因为那个味道 机器肯定是做不来的 做不出来的 手工的会更好一些吗 对 手工的肯定是会更好一些 看来大部分人都认为 是手工月饼更胜一筹 可是手工制作效率比较低 满足不了月饼市场的需求 那有没有一台机器可以做到 不仅生产快 而且还可以保证月饼的口感呢 我叫杨朝昌 是广西零山人 我家里五代都是重新做月饼 模具雕刻工作的 月饼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从20岁就开始原发 制作月饼生产的机器 人们都说机器做月饼 不如手工做的好吃 而我的目标是机器做月饼 美味不会停 广西青州临山县的杨朝昌家族 五代从事月饼模具雕刻工作 看来他与月饼远远颇深了 那他研发的月饼机 能像他家做的月饼模具那样好吗 在杨朝昌报名外发明之后 栏目组的责金便来到了临山县 一探究竟 您的机械厂好大呀 对呀 我们这里十亩地这样子 十亩地左右 对 那是很大 我们之前都在一个小门房里面去做的 小作坊 对 一点点到现在这种体量是吧 是啊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研发这样一台设备呢 杨朝昌说自己只有初中学历 早年不仅做模具生意 而且还代理销售其他厂家的月饼机 也对月饼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发现以往的月饼机做的月饼 在口味上比不过手工做的月饼 于是想要研发一套可以防手工的月饼机器 那它的机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机器 就首先把那个皮还有馅和好 就直接就放到这两个料斗 一边放皮一边放馅 之后它经过剥片 把这个馅和皮中和在一个中和器里面 中和器 之后呢就经过速度那船送到这一边的 这个长行机这边 先给它预压过来了 又到滚圆 滚圆之后呢 过来再一次的压瓶 就先给它有一个预压了之后 平面了之后过来这个 长行这个花园就比较漂亮了 长行出来之后呢 就连接到这个排弹机 放满了盘了之后呢 直接就送到这边这个刷蛋机 这刷蛋呢就刷的表面很均勻 我们拿点材料 给我们实际的展示一下好不好 就可以啊 在月饼制作的展示过程中 杨朝昌说 最难做的馅料是五人馅 因为馅料丰富 以往的机器容易破坏馅料的颗粒感 搅拌得过碎 这样就比不上手工做的月饼好吃了 并且现在大尺寸月饼广受欢迎 但是月饼尺寸越大越难做 重量越大 在中和器容易自动脱落 造成漏馅 还需要人工二次加工 十分麻烦 但是眼前的这台机器 经过展示可以看到 成品外形比较美观 没有漏馅的情况 那如果做得更多一些 还能保证成品合格吗 杨朝昌的这台机器做的月饼 真的比以往机器做的月饼 更好吃吗 带着疑问 则今提出 要和其他的机器来一次比试 咱这个机器 和咱们平驰的那种机器 相比较 看看效果 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个啊 这个还得 看一下我们 您得去找一找是吗 对啊 还要找一找 别人产家里面用的其他的设备 最好是能够找到的话 我们也能很直观地 让观众朋友们也看到 到底机器之间的这个差异 好像这个难度有点大 这个 那你得看您了 可能我看一下 给几个电话看一下吗 要找比赛机器可不简单 正值中秋节前期 视频场每天都在赶工期 如果要参与拍摄 至少要暂停一天的生产 可杨朝昌很快便说 已经沟通好了 广西玉林 博白县一家食品厂 因为食品厂 现在用的机器 生产效率比较低 他们也想用更好的机器 来满足自己的订单需求 想要借着这次机器 对比的机会 看看杨朝昌的机器 是否更加符合他们的需求 所以同意参加比赛 第二天 大家带着一整套机器设备 取车一百多公里 来到了广西玉林博白县 机器比拼一触即发 我们人员准备好了 而且机器也调试好了 并且为了防止我们的头发 掉到馅料里面 我们还戴上了生产帽子 但是本次比试 所产生的月饼成品 都不会进入销售环节 都给我们自己品尝 比较使用 今天杨大哥带我来到了 我们博白县 墨厂长的厂子里面 这是您现在做月饼 做的这个月饼机是吗 对啊 这个是我们做那些大饼的机器 杨大哥 最新一代的月饼机 已经在后面就位了 那本次我们的这个对饼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的时间设定在三分钟 看我们三分钟 做多少个月饼 那最主要的还是看我们 做月饼的这个过程 它的合格率高不高 怎么样 那我准备计时了 那二位就位吧 好 现在大家听我口令 计时开始 计时开始 双方便各自操作机器 制作月饼 杨大哥为了凸显自己机器的性能 做的是1500克的月饼 而墨厂长这边做的是1000克的月饼 一分钟后 先来看看杨大哥这边的情况吧 杨大哥 您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嘴面上面塞一点粉就可以了 防止粘是吧 对 合格率应该可以吧 没问题 嘴面都封得很好 好 杨大哥的机器做的月饼 虽然是1500克的重量 但是却没有发生 月饼在中和器脱落的情况 产出的月饼从外观来看 全都比较标准 没有漏馅的情况 大小也比较均匀 我们再来看看 墨厂长的机器做得如何吧 墨厂长 我看咱这机器做的这个漏馅啊 对啊 都要二次加工过 每一个好像都要二次加工 对对对 都要手再搓一搓才可以 那这个效率有点 就像之前杨大哥提到过的 机器做大月饼是比较难的 墨厂长这台机器做的大月饼 几乎都需要人工加工 如果不加工 漏馅就会很严重 三分钟时间很快过去 来看看结果吧 杨大哥 您这台机器这是做的多少个 我们做了32个 32个 而且可以看 咱这台机器做的这个月饼啊 看起来这个厚度啊 高度啊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啊 很均匀 一致性 稳定性也很高 看来这台机器 那我们看一下 墨厂长这台机器做的 您这做的多少个 25个 做的25个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成品做出来之后 还是露馅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不合格的 杨大哥做的1500克月饼 是32个 墨厂长做的1000克月饼 是25个 数量上的差距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要品尝一下 各自的口感了 把双方的月饼放在同样的条件下 进行烘烤 哪边的会更好吃一些呢 墨厂长 您觉得哪个机器做的更好吃一些 吃起来就是说 这个吃起来 它那五颜类 每颗基本上都可以看得见 嗯 这边呢吃起来 有些被嚼碎了 嗯 难分辨出来 哪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还能还是这种 先进的机器做的更好一些 大家一致认为 杨大哥的机器做的月饼 馅料颗粒饱满 口感更好一些 这样一来 墨厂长真的要考虑更换机器了 这两台机器之间的差距 非常明显 杨大哥的机器 究竟做了哪些改良呢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专业教研室主任 刘永志老师 让刘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这台机器的性能 市面上大部分的机子的话 原理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这台机子的话 它的不同点在于 综合器加装内部滑栏 减少承重力 防止馅料自动脱落 尤其像印线 比如说五人馅料 通过设备的改进 使五人馅料的饱满度 更加的人运 切到上下平切 使馅料刻度保持一致 最后出唇品的重量 是符合标准的对吧 而且是稳定的 稳定的出唇 每个的重量都一样 那杨大哥 刚才我们刘老师 也确实认为 您这台机器 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 非常的好 但是我还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还想和人工做一下 比如说咱找一个典型师傅 让他手工做月饼 然后咱用机器做月饼 咱比一比口感 邀请一些好朋友 过来品尝一下 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 因为我也想知道 我们机器做的饼 跟人工做的 有什么区别 这个也可以验证一下 对 也是一个证明 自己的一个机会 是吗 对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可以 好 要来一场人机比赛 首先就是选一名 有经验的典型师 杨大哥带泽金 拜访了一位在当地做月饼 很有名气的宁师傅 宁师傅家族四代 都从事制作手工月饼 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由他来参加比赛 最合适不过 比赛对手找好后 第二天 泽金还专门带杨大哥 邀请了之前采访过的 销售月饼的店主 去观赛 到了晚上 杨大哥跟泽金说 一定要请自己的父亲 去赛场支持他 因为这次的比赛 是证明他的一个机会 他的目标 不仅是要用机器做月饼 而且要用机器做出口味上 可以比你人工的月饼 一直以来 父亲都在背后默默支持他 这一次的比赛 也一定要请父亲到现场 但是当杨大哥将这件事 告诉父亲时 得到的回应却令人意外 为什么杨大哥的父亲 会如此排斥 参加比赛呢 原来杨大哥的父亲 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人 虽然杨大哥的机器 已经和以往有所不同 但他觉得月饼制作的传统手工工艺 传承了这么多年 不是一台机器能比你的了的 一旦失败 将会在大家面前丢脸 所以才不愿去观赛 杨大哥虽然理解父亲的心思 但正所谓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 自己也会露怯 当杨大哥的父亲得知儿子 原来并没有很大的信心 去面对这场比赛时 觉得自己作为父亲 应该站在孩子身边 给他支持 最终同意了 去现场参观比赛 那好吧 那既然你有那么信心的话 那我都可以支持你 感谢 看你也不可能给我丢脸 杨大哥能否让老爸 彻底认可自己呢 一切尽在明天的人机比赛了 月饼制作巅峰对决 就在此刻了 我的左边是杨大哥和他的机器 那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点心师傅和他的助手 那待会呢 我们将在这里来一次 月饼口味 主要是口味上的对决 双方各做十个月饼 我们用的馅料是一样的 都是五人馅料 而且我们做的呀 也是同样的尺寸 1500克的三斤重大尺寸月饼 那么最后把它烤出来之后 交由我们现场的观众来进行品尝 咱们进行一个盲头 就是不知道是谁的月饼的情况之下 看看哪个更好吃 然后把票投给他 而且我们现场也请来了 非常重量级的三位评委 就是本地美食协会的三位专家 还有其他十二位食客 最后我们看看哪一方得的票数更多 好不好 好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吧 好 双方的馅料和面皮都已经准备好 比赛一开始 杨大哥便启动了机器制作 人工队这边 由于提前进行了称重 所以只需要进行包馅和成型 这边的面皮和馅料够做十个吧 够的 嗯 那就行 机器工作比较稳定 杨大哥只需要在一旁观察就可以 一个个三斤重的大尺寸月饼 就这样轻松地落在了盘子里 端盘上架就好了 但人工这边就不同了 让我们来看看人工队这边是什么情况吧 师傅 您是擀面皮是吧 把它擀好 然后您是把它放到模具里面 对 我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月饼它露的这么严重 能切分皮硬 皮硬 没事 我们不着急 我们把那个皮弄得软一些 再包 好吧 好 这个可以先放起来 对 看我们点心师傅这里不愧是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看着手速一看就特别的熟练 特别的利索 时间过去一分钟 就在人工队这边还在紧张地 擀皮包馅时 杨大哥那边已经做好了 最后一个月饼了 杨大哥 你这怎么停了 这个十个已经做够了 做完了 对啊 好像也就一分钟吧 一分来钟啊 十个做完了 都做完了 让我们看看 都已经摆盘了是吧 对啊 一分钟机器便做好了十个月饼 并且全部摆盘 这速度上 人机之间的差距 的确是非常大 可要说质量 那还得看好不好吃啊 看看观众怎么说 那机器的人做这个水条性 或者标准车 做出的这个感觉非常好 机器做的均匀一点 这个机器做的真的很快 那个包又坑人 对 就看他吃的时候 那个口感怎么了 对啊 机器做的确实是更快 但是口味上的话 可能人工会好一些 人工做的都露馅了 肯定是机器做的比较好 看来大家对双方月饼的口味 都十分期待 据比赛开始20分钟后 人工队这边也完成了月饼制作 接下来双方制作的月饼 在同一烘烤条件下进行烤制 然后便是盲品环节了 好 现在月饼已经烤制成功了 而且呢 我也给它们切好了 悄悄告诉大家 这个圆盘这装的是机器对做的 方盘这装的是员工对做的 现在我就要把它们 端到观众那边去了 观众他们可不知道 这到底是谁做的 看看他们会觉得哪个更好吃 会投票给谁呢 走着 各位久等了 下面这两盘啊 就是我们人工队和机器队 做的月饼 我们进行一个盲头 看看最后 你觉得哪个好吃 就投给哪一方 我们这次啊 用我们临山特产的这种 甘荔枝来计票 我们三位专家呀 每个人呢 有两个票 那剩下的时刻呢 我们每个人呢 都可以有一个票 如果您觉得这边的好吃 就投给这边 就把甘荔枝放在这边 反之呢 也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 就由这位大哥 您先给我们品尝一下吧 第一位评委会投票给谁呢 怎么样 两边都吃完了 感觉怎么样呢 这边会好一点 那你就拿两颗甘荔枝 然后投在这边 好 那下一位专家老师 投两票 滑落人工队 看看接下来的评委 会如何投票吧 这边它的皮 比较薄 这个比较厚一点 对 这个很明显 这个薄一些 这个厚一些 不投感上 感觉它的韧性比较好 所以我 要投这边是吗 投感是 对吧 好 那您的两票 对对 来 下一位老师 第三位专家评委 依然投票给了人工队 下一位便是杨大哥的父亲 他会投票给谁呢 对 您就直接用手拿就可以 口感差不多 两个我分不出 也不知道我是度酒 还是怎么样 分不出 完全都是一样 那您的票要给谁呢 那按照这号呢 我投这票 好 好 好 感谢杨大爷 来 请您回座 杨大哥的父亲 最终还是把票 投给了装着机器月饼的圆盘 那接下来 是销售月饼的店主大姐 他会投给谁呢 我感觉这边更好 来 把您的票 投这边了 好 盲头继续进行 各位时刻 纷纷投下自己手中的票 最后 人工队的方盘 获得了9票 机器队则是8票 这最后一票将花落谁家呢 看我们最后这位朋友 会把关键的一票 投给哪一方呢 这边 好 双方都是9票 来 杨大哥 还有我们的师傅 那我们这次的比赛 就是结束了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 看到我们的结果 就是我们两边 票数竟然是相等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了 大家刚才在品尝的过程中 也纷纷说 其实这边的外观 会更好看一些 说它的皮的这个均匀度 会更好一些 相反 这边呢 可能就是厚薄 不太均匀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人工 是我们师傅做的 可能他没有办法做到 高度标准的统一 对吧 但是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杨大哥 机器做的这边呢 首先它的这个皮 是均匀的 而且呢 外观是非常标准 而且统一的 那口味呢 也不用说了 都是一样的票数 所以我们可以在此说明 我们杨大哥机器做的 月饼的口味 还真的可以比得上人工 让我们给杨大哥鼓掌吧 这个他们的机械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进步很快 要达到刚才我们失了 这一次就感觉到它 达到这个放松水的这个脚 现在我们分辨不出 那个人工和机械的 这个水平 差不多一样了 是口感 所以对我们本身的食品产业化 标准化的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杨大哥的机器真的是很棒的 以后我们要多多地帮他宣传一下 朝朝不给我们丢楼 他很棒的 继续努力 经过这次的对比 杨大哥终于在大家面前证明了自己 他的机器不仅生产效率高 而且产出的月饼 在口味上可以媲美人工 这让他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而且对于生产月饼的食品厂来说 有了这样的机器 将会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做到高产高制 推动月饼市场的发展 让广大食客吃上可以比你手工的 机器月饼 对人的口味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你看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月饼 都是那种特别甜的 慢慢地我就发现光甜不够 我又特别喜欢吃里面带肉的 就是像云南的那种火腿月饼 再后来发现咸蛋黄的也不错 可以说流行文化与我们的口味之间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月饼也好 像其他时令点信也好 我们不要忘记 在它的背后 都有现代化生产的痕迹 同样离不开我们的发明创造 好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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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